大头在莎莎内心到底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 直到看到莎莎习惯逼迈的动作才知道 外表经常的莎莎也很厉害他头哥 之前俩人得帮回播时 大头就在一旁获着莎莎并陪他帮里分析手续 就在俩人一起上车时一旁的就知道一人震惊 大头还害羞的手不自觉地拉紧一脚 果然喜欢一个人时他下意识动作是藏不住的 而莎莎也习惯了有他头哥的陪伴 在一次外出俩人要去往不同赛场时 大头就不放心地看向莎莎断领手续的方向 而莎莎在队面也在看向他头哥 毕竟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早已形成了一种依赖 当莎莎持续不稳定时 大头也会提拾得嘴的安慰 在比赛时都是大头拿着拍子去送检 只要和莎莎在一起 大头都像哥哥一样照顾着他 会提醒莎莎拿衣布 会陪伴在莎莎身边 只要镜头一转就看到了跟在身后的大头 有时看到异性在莎莎身边也会很吃醋 做哈比赛时看到莎莎身后有男性运动员 大头就直接站在莎莎的身后 果然有时叫促青也是有道理的 即estre慎莎莎身边的回味 现在的厂头就站在穿着 对不去有核心不上两头 被另一种下齐在�esz盖 加拿氏 另外一句